台北市议会市政总执询第一组的议员,今天上午就一班市政、急诊医院、国民住宅等问题提出了执询。 张峰旭市长在杂幅中表示,市政府对市议会的决议案、建议案都尽量地采纳执行。 但是,有关水肥处理厂、急诊医院和整建住宅出售都因为通团的考虑而变更了计划。 其中,整建住宅的出售是因为空屋过多、管理困难、利息负担也太重。 再加上市民的迫切的需要,所以逐量地公开出售,解决市民住的问题。